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端午节变盘 变盘会不会成功 今天会不会形成端午节的变盘 你看今天10点的时候创历史新高 2203点 可是好景不长 接下来就一路走低了 最后收盘指数跌66点 5000亿的成交量 我跟大家讲过嘛 上涨怕没量 涨如果没量就推不上去了 下跌怕出量 下跌量只要一出来 显示卖压开始狂泄出来 今天是带量的下跌 虽然指数跌66点 今天卖压很重 个股卖压很重 今天上市的部分240加涨 有700 678加下跌 56加平盘 所以今天是三分之一的涨 三分之二的跌 虽然指数只小跌66点而已 今天行情 大型全资股台积电 把指数给撑住 小涨4块钱 红海 小涨3块钱 广达 今天涨了1块半 这些大型全资股 把指数撑住 可是中小型股间跌翻了 今天好多跌停版的股票 而且都是上个礼拜 最强的个股 你看长龙 今天打到跌停 阳明打到跌停 旺海打到跌停 指数才66点而已 所以指数归指数 个股归个股 涨高就不要再去追了 每天都这样提醒你们 涨高你再去追 你占不了便宜啦 反而让自己 暴露在高风险之下 今天太阳能 今天机器人的股票 也全面大跌 一票跌停版 机器人也是这一次电脑展 最热门的话题 上个礼拜 机器人的股票 哇 市场都在谈 就今天机器人的股票 全面跌停版 过个端午节而已 珠阳变色 最强的 反而变最弱势了 那反而底部的股票 就接棒起来了 对不对 所以跟大家讲过 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不要去追关 我在上个礼拜就跟大家谈过了 大盘的周期 30天的循环 背离已经出现了 这次总共涨了33天 可是 MACD却没有办法再创新高 像这种高档背离 你一定要很小心谨慎 很容易做出一波的回档修正 今天就很明显了 对不对 三分之一的股票 涨而已 三分之二的股票 都是跌了 那昨天美国股市表现 其实还不错的 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 算是稳定 道琼昨天涨69点 费城半导体昨天又创新高 涨了1.43% 目前费城半导体 还在历史高点 可是台北股市已经 杀翻脸了 已经翻脸跟翻书一样了 所以你只要不要去买那些 涨高的个股 其实也不用那么担心 费半还在创新高 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 IC股持续稳定 你看昨天美国股市 IC的股票 安某涨2.4% 美超为涨2.3% 博通涨2.4% 辉达涨0.75% 麦威尔2.3% 美光2.9% 目前市场 大家在关注的是 辉达昨天 一张换成10张 股价剩下121 原本1,200 1,200大家都买不乱手啊 太贵了 那现在 变成1,1,120 便宜了 投资人 投资人会进来买 所以理论上 股票分割完之后 长期是有利的 可是短期的部分 你要考虑每个层面 不同人的想法 价格变十分之一 有利于投资人进场 可是你想 如果是大股东 或者高持股的人 假设一张 变十张 那一百张的变一千张 当有一百张的人变一千张 他会不会认为 哇 手中股票这么多 卖一些 降低风险 回收一些钱 所以各层面的人的 不同想法 会影响到短期 价格的波动 但长期看好 是没问题的 因为目前整个市场 百分之九十 AI晶片 都是挥达掌握住了 所以长期没有问题 短线上会不会修正 可能你就要注意一下 这个对于台北股市的 AI概念股 都会有影响 都有影响 好 台北股市的部分 兼航运股 海运大跌 反正空运比较强 兼空运的股票 财报发布出来也不错 长龙行 获利营收 180亿 写下历年来最好的五月份 同时也是史上第四高 空运开始进入旺季了 每年五月 六月 七月 这三个月营收都会一路上去 因为马上暑假要来了 那暑假要来 出国的人多 人家买机票 不会出国钱才买嘛 一定是事先就开始 先把行程安排好 机票要去哪里 要订就事先订了 所以历年 航空股的业绩 五六七 三个月是直线上去的 所以长龙行 接下来六月七月的营收 会再创历史新高 那你看海运的价格 跟空运的价格 差很多 除了虎航价格比较高一点 幸运航空 长龙航 华航 价格都二三十块钱而已 都很便宜 所以航空股的部分 接下来进入营运旺季 要特别注意 今天台北股市跌的股票 一些重量级的个股 你看大力光 财报也不错啊 营收也不错啊 今天大力光反而 一跌就跌掉150块钱 世行KY 今天大跌了8.3% 所以你说指数跌66点 个股跌起来 其实是很夸张的 是很恐怖的 对 太阳能 机器人的部分 佳能跌停 能率 也是跌停 隐汉 这也是被归类到 机器人概念股 今天也是跌停板 对 罗森 也是跌停板 这个都被归类到 机器人的部分 冲钛 冲钛也被列到 机器人 今天也是跌停板 包含2359 索罗门今天一度打到跌停板 啊 去那宽啊 不要再堆了嘛 对不对 涨那么高 你再去追没意义了 再买底部 还有底部的股票啊 用心去找 找不到就找零和宴 找不到就找零和宴 我只买底部 我不会让你追高 一天一个便当而已 带你进 会带你出 你看我上个礼拜 我们逢高一路在卖股票 你们知道啊 对不对 技嘉维星 光宝台达电 对不对 智芯 能够卖的我都尽量卖了 那剩下底部的股票 就开始慢慢卡位布局嘛 上个礼拜外资在买什么 你们注意到 上个礼拜外资在大买金融股 反而电子股的部分 外资一路的调节 塔基店间还有小涨三块钱 可是要小心哦 塔基店这一波 到32天 MACD高涨的出现背离 像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 股价都很容易出现一波 修正的行情 所以你有台积电的 林合宴建议你可以先卖一次 等修正后 要求我们再来求 不吃开啦 不要舍不得啦 行情一定是一波一波来的 会长也会修正 修正后还会有空间嘛 那千万不要去追高 想买的 等他修正后再说 红海今天涨了三块钱 红海背离也是 指标越来越低 价格在走高 像出现这样的讯号 都很容易出现一波修正 所以红海也不要再去追了 这个都很容易出现修正的行情 要买 找底部的股票买 要买的资本的股票买 上礼拜外资的操作很显然的 往金融股身上做流露 你看礼拜五 外资卖93亿 买超第一名张数 星光金 礼拜四 外资买了215亿 买最多的一张 开发金 一天买20万兆 所以知己知彼 才能够百战百胜 你要了解人家外资在想什么 外资在做什么 你不要去跟他做颠倒 你跟他做颠倒你就麻烦了嘛 是不是 你要领先外资做卡位 外资还没买 我们先底部买进 外资还在买 高了之后 我们逢高比外资早一步卖掉 这样才对嘛 步伐要在外资脚步之前 而不是在外资的脚步之后 这样都不对了 那外资为什么在买这两只股票 我跟他讲过了嘛 你把它比较看看 很多东西 你要观察入围 观察细围 你就看得懂 人家为什么会做那个动作 你看外资在上礼拜四 一天买20万张的开发金 我们讲说 我们五月二是就开始提早布局 13块八 五月二到13块八 我们就要买开发金了 领和言不是因为外资买开发金 我才买开发金 不是 反正是我买了开发金之后 外资就进来买开发金 那这样算起来 外资在跟我脚步咯 我也不想往自己脸上贴金 我只能讲说 我太了解外资 当我了解外资之后 我就去想外资的下一步会做什么 在他动作没做之前 我事先动作先做出来 外资没买我先买个等 事后外资进来了 就帮我抬脚了 对不对 你看外资还没买我就提前买了 13块八我就在买了 上礼拜是外资大买20万张 外资大买20万张 今天开发金 还是继续涨2% 对不对 我们13块八的 等会吃到买了 我们等会吃到就开始买了 我们等会吃到13块八的就开始买了 是不是冲出去了 那为什么买开发金 上礼拜有跟大家讲过嘛 林银的观察比别人入围 林银的观察比别人细腻 我会看一些你们不会去注意的东西 金控每个月都会发布获利 所以它的一个透明度 其实是更高的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嘛 金明两年有受险的公司 你要注意 台湾的股市大涨 美国股市也大涨创新高 有受险公司的 它在转投资部位 会有很好的成绩 那紧接着下半年 美国要开始降息 明年度降息的动作会越大 债券价格会跌会涨 价格涨 债券价格涨 对于受险公司 他们的利润是更可观的 因为他们投资债券的部位 是比股票部位是更多的 所以你看 国泰金 富邦金 前四个月都到三块半 前五个月最新出来的数字 都超过四块钱 都超过四块钱 富邦金 今年每股获利 前五个月已经四块半 才五个月而已 全年获利 九块钱 甚至于一个股本 很有机会 但股价涨了一波 虽然股价涨了一波 现在七十几块钱 如果以赚九块钱来算 本一比也不过 八倍还不到嘛 对不对 但涨了一波 以我的习惯 我就不追了啦 还有底部的股票啊 国泰金 前五个月赚了四块钱 今年八块钱应该跑不掉啦 因为才五个月而已 就四块钱啦 后面还有七个月 对不对 七个月再赚个四块钱 机会很大的嘛 那股价现在 五十八块七 如果以赚八块钱五十八块七 本一比多少 也是五十几倍 七倍而已啊 八七五十六 七倍而已啊 问题是也涨了一波啦 还有没有底部的 当然有嘛 对 上礼拜我跟大家分析过嘛 你把前四个月的 金控获利排行 你会发现到 开发金零点六四 跟第一金差不多 股价反而矮了人家一半嘛 他二十七 他只有十四而已 所以为什么我买开发金 就借斗利嘛 我知道富邦金有多好 我知道国泰金有多好 那为什么不买 因为有更低 更便宜更安全的嘛 买进是为了赚钱 相对风险 我们要考量嘛 那这种十四块钱 更便宜更安全 对 相对利润就会更大嘛 所以为什么买开发金 就是这个原因嘛 那我们来看最新的 是所有五月份 金控的获利全部都登出了 富邦金4.5元 国泰金4.07 开发金0.77 0.77比原本0.64 又增加0.13 那你想 他现在15块4了 对不对 第一金跟他差多少 差不到一角啊 差0.07而已啊 那第一金 礼拜五 27.8 是不是股价又差了快一倍 好 那往下比 华南金 前五个月0.7 两个获利差不多 一个25 一个15 那你毕楼料理有灾嘛 谁过度委屈 还有机会补涨空间的 相对就会比较安全的嘛 是不是 所以买开发金的原因 就在这个地方啊 所以林德燕很用心 在做很多的分析 做很多的研究 能够让你安全的投资 开心的获利嘛 那星光金 外资为什么会大买 你看前五个月 0.66 0.66跟玉山金的0.67 几乎是一样的嘛 差0.01而已 他9块钱他28块 差多少 差两倍呢 玉山金获利跟开发金一样 既然股价是开发金的两 星光金的两倍 那你说星光金要怎么办 当然就要涨啊 对不对 那往下一笔 台信金0.58 星光金0.66 星光金也比台 也比台信金好啊 只有股价一个9块7 一个18.8 也还差一倍的啊 所以零天印象比较之后 我不要 富邦金 我不要国泰金 不是它不好 而是我觉得有更好 更安全的嘛 何况美股净值高达16.6 16.5 股价这么低 我星光金很早就在讲了 你们有看我节目的 你们都知道 我8块2 8块3 就开始买了 对 8块2 8块3 就开始买了 我不是现在才在买 你们每天看我节目 你们都知道 我8块2 8块3 早就在开始买了 现在都涨到 快10块钱了 还是凶啦 还是便宜啦 所以你要外资为什么买这种股票 你就知道赢了嘛 对 这好有捏 也是都可以买 还是可以买啦 还是可以买 润泰权 今天润泰权是跌的 跌就跌嘛 行情本来是有涨有跌 对 那跌可不可以买 润泰权我早就在买啦 你们也知道啊 润泰权我60块钱就在买了 60 6162 上礼拜有押回来 我66块钱也在加嘛 每股净值高达96.6 那股价才六十几块钱 你说可不可以买 乃三人寿今年获利 很可观啊 它五月的获利还没发布 光是前四个月 就已经大翻身了 换算回对润泰权的贡献 第一季4.28 第一季就4.28 后面还有三季 今年赚个一个股本 没什么问题 甚至于赚个15块钱 都有机会 赚15块钱 股价才六十几块 净值96块 股价六十几块 你说可以买吗 所以行情涨跌不是重点 很多人跌就不敢讲了 涨 哦 无敌铁金刚 跌归孙子不敢讲 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 行情就在涨跌之间成趋势 跌 如果趋势是对的 跌是给你机会 你要蹭跌的时候去减便宜 对不对 水润泰权间跌 我觉得跌也很好 跌让你有再减便宜的机会 不是吗 那有些跌就不能买 高档下来的 股价炒过高的下来的 那都不可以买 那个一买 你就完蛋了 一买价格就不会再回来了 所以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不要去堆盘 指数这个地方修正机会很高 还有底部的股票 盘的都不要去摸 这样你才可以安全的 继续投资下去嘛 对不对 不然让你一天带着你坐 带你进都会带你出 你看我上个礼拜 6月3号 卖什么 卖技嘉卖维新 你都知道啊 带你进也会带你出 上礼拜一卖330的技嘉 我们里面带购的嘛 280买 330买 一张5万 10张就50万啊 对实际上就50万啊 今天技嘉卖多少 302 今天纯300公里 我们33买有水吗 你如果没有卖 抱上去又包下来 一张3万 10张30万 少赚了30万 多可惜啊 是不是 等它修正后 要求到来求嘛 技嘉的业绩也算是爆发 虽然5月营收是掉的 比4月比3月低 可是还是比去年成长137% 可是业绩是业绩 股价是股价 股价在波动之间 它会有个趋势 主趋势没有变 该卖的时候卖 下来重新再接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我带你进 也会带你出 你看卖维星 上星也卖维星200块 你那些够意思 我卖完之后 第一时间就提醒你们了 我卖掉了哦 卖不卖就看你们自己哦 我已经卖了哦 你看我维星卖200的 今天维星剩多少 179 我上星期没200 今天剩179 一个礼拜时间而已 一个礼拜时间而已 有差不 都大涨一大波了 对不对 我们在上礼拜一 上礼拜一 200块钱这一天 卖出什么礼拜啊 不要舍不得嘛 它题材很多 有板卡 对不对 现在最热门的 比特币都涨到多少 六七万美元了 板卡价格正好 又有AIPC 新款的笔电出来 又有机器人的部分 可是并不代表说股价就不会跌啊 该卖还是卖嘛 等它修正完之后 要求我们来求嘛 我上星期在买股票时 我在卖股票都给你看了 我都给你看了 光保有没有 连续两天大涨 122卖出 122卖出 今天剩多少 104 一张差万倍 十张差十八万去啊 大涨了一波30%的行情 三几%的行情 高了该卖就要卖嘛 那天最高124 我卖122 这样卖有水不 所以不要舍不得 股票投资 没有什么舍不得的 就算卖错 再买其他股票也可以嘛 是不是 不要舍不得卖 很多人就是这样 赚钱舍不得卖 赔钱不愿意卖 那最后就要被套了啊 对 自薪 260买的 320卖出 让一张6万 10张60万 有什么舍不得的 对不对 自薪 260买的 320卖出 台大店 三百多三买 353卖出 我们做了三趟了 赚很多了 第一趟280买 350卖 拉回来 295再买 320再买 最后这一次 305买 353卖 跟大家讲说 这量不高嘛 量不够要洗 套牢洗不可能嘛 所以不开嘛 心不够讲嘛 你看台大店街 340啊 最低332啊 那跟我预告的 是不是一模一样 量不够 套牢洗不开嘛 量不够 套牢洗不开 你就不要坚持嘛 该走就要走嘛 等它休息完之后 要再买 我们再来买就好了嘛 还有底部的股票 我又找 你来带我做嘛 一天一个便当而已啊 不要为了省小钱 然后自己去乱做 然后去追那种强势股 一追套到天花板 赔的是更多啊 资讯费是小钱啊 对不对 还有底部的股票啊 金像店跌啊 跌就跌 金像店我们通知200块钱 也卖出一次了 那跌下来你要注意 金像店 5月营收历史次高 差3000万 就可以创新高 年成长46% 那股价这一次 也做了一波修正了 股价这一次也做了一波修正了 所以金像店底部 反而是可以注意的 还有底部的股票 还有底部的股票 你不要去追关 台光店 今年业绩也是好得不得了 5个月有4个月营收 创新历史次高 550跌到350 时间到位提醒你啦 我们360买的 对不对 台光店 台光店今天也跌啊 跌就跌啊 行金本来就是涨场跌跌 台光店我就没有卖了 为什么没有卖 我个人判断 左肩底部 右肩 我们买的一个 我们买的一个 已经立不败之地了嘛 到时候景线如果过 大底才刚完成而已 营收连续 5个月有4个月创新高 今年一股上看28块钱 这些股票的安全的 我就不会退 那涨高的 货高的我就会卖 还有底部的股票啊 要买底部就要开始买 不要等到行金大涨之后 再去追高 会买底部 你要赚个30% 50%才有机会嘛 你看这支 今年会赚两个股本 前一波涨了20天 修正了40天下来 这里是开始布局的机会点 我现在在开始布局这支股票 另外一档 600多跌到剩300多 股价要斩了 去年获利成长了一倍 今年业绩还是持续更好 这有来的我们来Q 都安全啊 因为真正大跌的风险 都消化掉了嘛 剩下底部的打底 你风险有限 等下一波再发动 你就赚大钱了嘛 是不是 普瑞1300跌到700 现在在打底 是不是股价要斩过的 我专找这种底部的股票 让你做 业绩都特别好的 对业绩都特别好的 这三个年约要拌得对下去 到时候面板级的散出封装 跟台积电合作之后 后面很有可看性 所以我来找这些底部的股票 你放心跟着我做 讲一个便当而已 单股融赚 融赚单股 资金锁定一档 有机会涨30%的个股 让报酬率能够更多 我们现在在全力布局这一档 第三档 一档AI 去年成长一倍获利 今年成长47%的首季 目前股价还在底部区 有兴趣的我们一起合作 我们富山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学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中学教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订阅理财出汉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哦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